姐姐不是留了几把小马宝丽 给果迪和布丁吗 把果迪纳粉给她后 就一个金往上跑 你拆卡就拆卡呗 你跑到这大太阳底下来干啥呀 马爱吃草 我希望他们都给我的福气 什么玄学啊 先拆气 先甩再剪 出来吧 快速分包 你知道什么卡是好卡吗 有各种各样的贝贝 一张 一张白贝 再次加速 好像没啥高位卡 只抽到了一张白贝 快速过场景卡 这些好像自己总有了 好多重复卡 到角色卡了 大家都认识我就不介绍了 有你喜欢的小马吗 运气虽然不杂 但是抽到两张姐姐喜欢的 要去想唯一的白贝卡了 三二一 苹果莉莉 这下可以送给姐姐 一包出事不利啊 再占彩虹包 他怎么少了一包 一事就丢下老母亲 去找丢了的彩虹包了 你知道天台有多晒吗 那没有就算了呗 继续拆卡吧 我希望这次运气能好一点就够了 分包分包 收获一张白贝 一张紫贝 三张透明卡 坏速过角色 才能看高卡 这是三明治 这个大家好像说很稀有 又是普卡时间 柔柔带高 哇这个好可爱 这只好可爱 这是胡萝卜带高纤纸 点心宝宝 我用回头看 这条块集齐了 是蜜蜂婆婆 红线护士 先揭秘白贝 是宇宙公主的 好好看的一张U2卡 再揭秘紫贝 呦 你还挺会的嘛 谢谢 就是 苹果莉莉 记得敢相信这两张现在是同一个人哦 同一批吧 三包彩虹宝收获如下 最重包的两包 灰月包 老天 请向我一臂力 啊 你这抽卡抽磨着了你 哈哈哈哈 放下别跑 谢谢 放下别跑 这次的角色卡 新角色G队 揭秘高卡了 抽张B7 你怎么那么好 我一画 这是什么 SSR的苹果莉莉 第二张 一个柔柔的力气卡 好好看 第三张 平离之恋 好有故事感的卡 最后一张 叶琪的牛 彩虞姐姐 拆卡好玩吗 好玩 但有点舒心 哈哈哈哈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